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14日 今天是星期三 來到星期三 下期晚上 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時事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的 就是中國大陸的企業 真的叫做面對末日 這個印度 對中國大陸企業 是出重手打擊 現在 首當其衝的 是雷軍的小米 這次小米 跟雷軍真是哭成雷人 因為 小米 做很多印度的生意 但是現在 小米 就是面臨 二百多億 要被印度沒收 印度更加控告小米 非法轉移資金 同一時間 還有大量的中國企業 隨時面對相同問題 這節我們繼續詳細跟大家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 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發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我們要做這個 是媒體 也是不容易 我們 雖然節目主持人的數量減少了 實際上我們節目沒有減少 而且人手 是一樣那麼多 我們很多 在幕後做工作的人員 所以請大家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我們很需要你協助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這個叫做印度執法局 在9日的時候 發布文件 說向這個小米技術印度私人公司 小米印度分公司還有 幾間銀行 包括花旗、匯豐、德意志銀行 發出正式通知 說他向外國實體非法轉移 說這個叫做小米 是違反外匯管理法 印度早前已經扣押了 551億 的勞比 接近4、5億人民幣 然後相關的資金 也是隨即凍結 除了小米之外 還有其他中國大陸的企業 也是預備等著被凍結 包括中興 還有華為 小米就是哭成淚人 出來回應 說小米在全世界 也是堅持 合法經營 遵守相關法律 印度對準中國大陸企業開刀 我們有好期望 中國大陸有沒有對印度 反制措施 你們不是很厲害嗎 這次的敵人 在印度啦 不是美國 這次是不是又是美國在背後 美國在背後也不要緊 美國所有東西都在背後 你 嵌橋 你炒車 都是美國在背後 那些藍絲又如何呢 面對著國家的危難 大家還記不記得 有一個人渣叫做湯家驊 說 六四的時候 國家現在面對困難環境 要窗口一致對外 中國大陸的企業面對困難環境 湯家驊 你何時去印度做戰狼呀 去拯救 小米呀 中興和華為呀 你在香港就懂得做戰狼 除了你還有一大群人 還要做嘴巴戰狼 中國大陸的企業 真是被人凍結了 被人無理充功的時候 你們又去了哪裡 原來你們最厲害的 就在香港拿禁制令 真的不是想潤你也不行 在香港拿禁制令對付印度 是不是 那麼厲害搞禁制令 去香港法院拿禁制令對付印度就可以了 就可以救回小米啦 你們不是很厲害嗎 是不是 印度 凍結了你的錢 凍結了印度的公司 找一下 香港有甚麼印度公司 全部拿禁制令凍結他 所以你說這群人多好笑 嘴巴戰狼跟你說國家危難 要槍口一致 要槍口一致 你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湯家驊 又不見你飛去印度 捍衛這個小米 小米就說對於印度就是執法 資產被凍結 對於相關命令感到失望 對於這次的問題是否跟稅務有關 他就說 是有分歧 這就是小米逃稅 小米逃稅 被印度就是 嚴厲執法 這群契弟 真的兇得久了 中國大陸 控制住的地方 各方面跟你說 就是法律問題 現在印度 就是說你犯法 就是來抓你 支持人家守法的藍絲 去了哪裡 還不出來搞集會 支持印度 全力執法 捍衛法治 你們不是很流行的說嗎 其實他們徹底是雙重標準 徹底 在單方面對你進行攻擊的時候 就說跟你說法律 嚇到人家被控告 嚇到你小米被控告的時候 他就說人家 背後是有美國在搞震 是針對你崛起 當真是針對你崛起了 那你又可以怎麼做 嚇到戰狼先生 在2022年5月的時候 印度的執法局 就是說小米跟他的公司 在2015年開始 就是用特許權使用費 就是Royalty Royalty Payment 的方式 向國外的實體 是非法匯款 印度的單位 亦都向過三間銀行 即是剛才所說匯豐 還有花旗 還有得意志銀行 發出通知 要將 涉嫌 相關的款項 要找回來 印度當局更加說 小米在印度 就是透過上述的方式 有清洗 黑錢 的嫌疑 除了小米之外 大量的中方企業 就是有害怕 當然就是包括剛才所說中興 還有華為 他們只能夠 乖乖地坐在那裏 等著印度當局 繼續執法 他們說了那麼久 在中國大陸 你們絕對可以 做反制措施 將所有印度的企業 全部趕走 將所有 外資企業 全部趕走 全部運用間諜法 去調查 去拘捕 如果不是 怎能對得住 在這個邊境和印度衝突 的解放軍 之前那些人 恥笑解放軍 都被中國大陸又拉又鎖 說你侮辱解放軍 好了 你現在 整個中國大陸的企業 這樣被侮辱 你什麼時候 鼓起勇氣 什麼時候 十足幹勁 對付所有的印度企業 還有外資 還有香港 香港那些戰狼分子 經常說美國欺負你 這次 印度來欺負你 還不快去拿禁制領 現在 最新的訊息 是說印度當局 還要 要求所有中國大陸 的企業和公司 他們的CEO 不可以由中國人擔任 他們要找印度人 印度籍的人擔任公司 還有CEO 還有COO 還有CFO 甚至乎是技術總監 CTO 中國大陸就沒有任何辦法 無論是邊境 還是其他軍事上 對印度也沒有任何辦法 中國大陸只能夠繼續做嘴巴戰狼 中國大陸的官媒環球時報 就是出來嚴厲 斥責印度的相關情況 說印度政府做的事是霸凌的行為 變相 將中國企業吞批 這個真是厲害了 印度現在 就成為了對中國大陸最強硬的國家 一下子 瞬間超越美國 除了中國大陸會想盡辦法 將印度企業 作出報復之外 我們也想不到中國大陸還有些甚麼 如果真的做的話 其實是好事來的 變相將所有 外資 全部掃來 中國大陸 還有香港 香港的戰狼 在這些國家級層面的事情上 又是變成核潛艇 極度深潛 他們最厲害的就是 嘴巴對付美國 其實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美國 很少會跟香港人渣計較 如果換了印度 情況可能有很大分別 我們儘管放牆雙眼 看看香港人渣戰狼 如何為國家效力 在國家有危難的時候 如何團結一致 窗口對外 看看你們 甚麼時候想辦法對付印度和印度人 還有印度企業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再提大家 6月24日本台網聚 再加上學院的推廣活動 希望大家記得出席 就算 你 不能夠參與其中 你想支持 也請盡量出席 我們也會維持 絕大部分的 聚會的內容 都是網聚 將那個 推廣的部分 限制住30%以下 我是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